近日来寿风箱有农民反应 寿风箱制学阵灌溉用水疑似不足 影响到了耕作 为此农田水利署花蕾管理处表示 目前寿风箱制学地区的灌溉通水正常 农作生产并未受到影响 不过近期常有强烈的午后雷震雨 上游台电会不定时的排沙放水 目前花蕾管理处也派相关的人员机具 加强进水口的河道输菌工作 确保农田灌溉无余 丰沛的水量经由自学菌灌溉系统流入到农田里 不过日前有农民反应 寿风箱自学菌灌溉用水疑似不足 为此水利署花蕾管理处寿风工作站表示 自学菌灌溉区有1100多公顷 目前供水并没有不足的情况 花蕾零403强震之后 木瓜溪上游出现烟色湖 再加上近期午后长游大雨 台电不定时会进行排沙放水 目前缩风工作站每日都会加强巡查 并且及时调控水门进水量 以维持通水稳定 在这边农民的话反映目前就是 可能是我们水利会接任之后 跟以前的操作方式有点不一样 因为现在是公务门在管理嘛 以前的农民是自己都会来开门饮水 造成有的地方淹水有的地方没水 所以说现在由农田水利会统一来分配水量 有的农民就是稍微有点意见 我们自学菌的一旗座已经收割完成 目前正值二旗座的打田插秧 目前水量供应充足 对于二旗座的打田插秧及供水 应该没有问题 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表示 农民若有任何灌溉用水的问题 都可以通知管理处以及辖区工作站 相关人员都会立即处理 从现在开始到八月份的中旬 是我们第二旗座插秧整田的高峰期 如果在这一段期间 如果说有水量不足的现象 我们农田水利署花莲管理处 寿风工作站也会来对于进水口 加强的河道清衣及染水的工作 确保我们第二旗座能顺利完成 记者刘明胜 寿风采访报导 如果这样就会加强大并项